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下半野区来打核蟹 必然会经过这里被视野看到 如果视野中一直没有看到他 说明他要刷上半野区 控上路核蟹 刷掉核蟹之后 差一点经验到达三级 这时南枪没有选择继续刷野 而是来到了中路 因为经验条已经快要满了 蹭一个兵就能到三 小伙伴们平时可能注意不到 其实偶尔蹭经验对队友的影响不大 但却可以节省自己刷一属野怪的时间 在野区的主动性就增强了不少 就像这一波 蹭一个兵就可以到三 而且瑞兹只是少了一个兵 鼓上大牙 随后在F6作业 凯颖没有再刷 直接散掉 这个时间他没有来刷F6 也没有在视野中出现 所以不会在下半野区 可能在刷红或者上路核蟹 凯颖在上路露面 身上带着红buff 上半野区应该已经清空了 之后会游走中下两路 出门之后 南枪直奔下半野区 刷了F6之后 凯颖在上路被视野看到 此时中路兵线靠近我方 凯颖支援不到 所以绕后干客必然成功 配合瑞兹一套爆发 拿下蛇女人韬 待线到塔下 再断一波线才离开中路 这一波干客主要是因为有大撤兵 我们通常抓人 除了要考虑干客成功率之外 还要考虑抓完人之后 对节奏的影响 比如像这种兵线 一旦抓死蛇女 至少一波兵他吃不到 而且塔下兵也很难驳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会处于弱势 很难发育 所以就算他闪现在手 也可以发起干客 两个人的伤害 至少能打出他的闪现 随后一大波兵进塔 也可以越他强杀 南枪回城之后 我们分析现在的局势 上路合并发育 下路被压等级 野区没有视野 哪一路都不能去 唯一的突破口还在中路 因为第一波抓死蛇女之后 瑞兹会先溜 而且蛇女闪现还在CP 没有其他讨论技能 配合瑞兹的爆发 中路基本是固定机关 直接推陷越他 蛇女刚刚到了六级 但南枪一技能 miss掉了蛇女大招 配合瑞兹爆发 再次击杀蛇女 凯影虽然在反蹲 但伤害不够 强打一套 只能后退到塔下 这一波并没有太大的装备领先 却能够越他2v2 成功击杀一人 仔细分析 还是因为组合的强势 瑞兹有控阵 南枪有爆发 可以一套秒人 但凯影跟蛇女 都偏向于持续输出 就算被人越他 也很难反杀 而且凯影的刷野路线 并不合理 等机偏低 就算没有躲掉蛇女大招 南枪也不会随 抓死蛇女之后 不着急回家 先反一波也去 凯影还在草丛里 不肯回城 果断追击 此时蛇女跟兵女 都来不及支援 所以直接越高地 强杀凯影 之后并没有着急回城 而是断起了兵线 因为南枪这把 没有先做打野刀 而是准备 直接裸一件蓝切 南枪本身打野无伤 打野刀不是刚需 新装备蓝切 有暴击跟攻速 非常适合南枪 视野中看到蛇女 去拿蓝buff 这个时间蛇女 不可能一个人打蓝 那么凯影 必然也在下半野区 蓝切钱还不够 不如再断一波兵线 回家正好可以出到蓝切 装备成型很快 打野因为要不断游走 不能频繁回城 所以每次回城之前 都习惯性的算一下经济 最好等到一个 关键性装备再回城 如果出门没有更新装备 不仅会拖节奏 而且一来一回 会浪费大量的时间 但打野都是争分夺秒的 绝对不能浪费 维鲁斯支援中路 被视野看到 南枪假装清兵 实则目标锁定维鲁斯 烟雾弹封路 配合瑞兹一套顺秒 这波兵线不好 干客蛇女太过勉强 不过维鲁斯 没有辅助保护 控到闭死 他明显是不知道 我们有视野的 所以一定要学会演戏 如果直接包夹 维鲁斯还有机会逃生 等他自己来送 效果会更好 随后中路一波神仙打架 凭借高格伤害 先后击杀凯银与蛇女 游戏进行到中期 团战会随时开启 这个时候尽量 不要跟队友离得太远 团战开起来 也可以随时支援 中期的团战会影响到 龙和塔的节奏 特别容易混血球 一定要注意 游戏打到现在 优势已经奠定 魔方无论是视野资源 还是装备 都比局方五人领先太多 最后一波 瑞兹绕后 南枪疯狂输出 先配合瑞兹杀掉逼女 之后A兵刷新一技能 把蛇女跟维鲁斯逼退之后 回头输出火难 贴脸一套再瞄火难 凯银闪现过枪逃生 南枪马上跟闪现 收掉凯银 之后一而反向大招 越高地追击 小走位多掉蛇女大招 继续输出 最终打了一波 零换五A 这一波越高地为武侠 南枪的爆炸输出 显而易见 这把比赛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张家文的打法风格 与家人明显不同 他很少会在运营上占得便宜 但他擅长于抓住 一切机会不发育 包括找合适的机会反野 蹭先生经验 在敌方支援不到时 果断越塔干渴 每次越塔击杀 伤害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而且多次在敌方塔下 为所欲为 将南枪的纯爷们封翻 体现得淋浓尽致 我们确实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相信小伙伴们看了之后 你的南枪也可以跟他一样 变成一往无前的纯爷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